和聽到、聽見是很不同的 聽到、聽見始終是聚焦在自己的想法、說話上 聆聽是聚焦在對方的想法、感情 盡量用心去聽去說話 聆聽只是聽,不要中斷說話 不要嘗試給意見,只是聽 準確接收對方所說的內容和他的感受 不要想著待會怎樣回應他 或是覺得他所說的不對 想駁斥他 我們放開這些所有的東西 只是專心這樣聽 只是專心聽對方的內容 以及接收對方的感覺 當對方覺得你很用心去聽他說話 他就會很樂意繼續跟你說 將他心裏不開心的東西都說出來